主要是選這個系統 系統裡面有一個時間 計時器 兩個計時器 預設值是倒數計時 我們改成up 上數計時 第二個一樣up 這個是動作 表示有讓它動作 這樣計時器有 可是要跟某個開關對應 油門對應 所以就叫開關 你要對到底要開關 我們現在選開關 這邊進去選 進去選 我們選油門 油門是 油門是右邊 這裡寫TH是油門 這樣它設定油門 然後油門下拉叫OFF 上去叫ON 多少趴在這邊 這是選定趴線 我們把它調調調 21趴太多了 8趴太少 10趴 下拉是OFF 關掉 上去超過10趴ON 計時器會動作 就第一道開關 現在換第二道 選油門 油門 下面OFF沒問題 上面ON 在10趴的時候ON 幾趴由這邊調 OK 回來 回來 我們來試看動作 拉上去 兩個來計時 低10趴停時 關掉就清零了 清零 所以使用上就是 拉上去 10趴馬達轉 就開始計時 拉下來了 把第二個當作總計時 不管換多久的電池 就是一直點 那它 沉一下 第一個 第一個當作是 這次換電池的時候 什麼 單一電池之間 那你換電池的時候你就進去 然後reset 叫清掉 這樣第二個保留總時間 就這樣用 第二個也是可以reset的就對了 也可以啊 進去 reset 0 再來我們看背光 背光一樣 進入到系統 系統跟模組上來 模組就只指這一台飛機 遙控器可以遙控器 這台飛機 所以模組只設定這台飛機 那系統是公用的 我們現在進入系統 系統裡面 有一個叫系統的 就不曉得怎麼拼 簡陰 這個就是總管理 裡面第一條就是背光 背光你現在就是屬於永遠開著 如果你不想永遠開著 就按這個 它會跟你講是 十秒鐘關 二十秒鐘關 你就調吧 一分鐘關 十分鐘 三十分鐘 一小時 總是開 L L會on 總開 再一個 L off 表示永遠關掉 那現在關掉了 所以你就調永遠開就好了 欸 過去了 永遠開 它開是在第二個答案出來 L on L on 表示永遠開著 它不是兩個問題 那那個lumberlock是指什麼 這個第三個是不是 哪一個lumberlock 到底那個啊 沒有 Touch lock 第三個是什麼 Touch lock 就是怕你不小心 因為它是觸控嘛 你只要Touch lock之後 你去碰一下它 它不會改變 因為怕你不小心碰到它 所以你要按下去很久 按下去很久 比如說 現在開 五秒鐘之後它會Lock 你看 因為不小心碰到它 五秒鐘之後你去碰它 它不能讓你改動 對 就前面有自己設定到過 沒有 沒有 反正就是這樣子 它會有一個支出來 我們現在要關掉了 不要動 它去off 不處理它就可以了 第二個是第一個答案 那第二個這個詳細情況看樣的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